公共温泉 增值在这里设计这家酒店的原因 因为有一个公共温泉 现在的时间是... 5点20分 终于在长野搭完 先设计回东京 然后再转地铁过来酒店这边 查询完了 大速了一个room tour给大家 门一进来就有全身镜 后面可以看到一个浪衣的位置 在旁边就是洗手盆 下面就是一个小pantry的位置 杯和热水壶 他就很好给了一个welcome gift 就是这个白桃的啫喱 然后到厕所的部分 幸好是干湿分离 然后就是很简单 一个棋缸 我觉得尺寸也算还可以 味道超级小 至少可以关门 然后可以转身 这里是厕所 然后一来的时候 其实这扇门是关门了的 一打开 其实就一眼看完 伤人床 然后这里有一些位置 可以让你吃东西 做东西 那他的feel呢 城市feel 都不算是 隔壁楼feel 因为我今次读入 其实都决定得很急 上个星期决定来 就立刻买机票 然后才开始去找酒店 住宿 所以我觉得以这个价钱来说 就是我一个人住 又没有什么要求的话 这间房子就算是正常发挥 日本房的size 比起这个房型 其实我真正在这里 决定设计这间酒店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楼上 是有一个公共的温泉可以浸 男女就是分开的 入这个草堂之前 就要输入一个信号 那个信号就是 在查询的时候 他才会告诉你 在外面还有这些免费雪糕 还有 一力多 可以任我 浸完温泉 日本人都习惯会喝牛奶 所以呢 对证一出来 都有两部自动发购机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休闲区 有些漫画可以看 还有两部按摩椅 在7楼和10楼呢 有制兵机 尼波炉 其实很老实地跟大家说 我这次就没怎么计算过行程了 純粹就是稳定了一些餐厅啊 咖啡店啊 但是就没有特别找一定要去的景点 所以现在稍作休息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行程之后 就准备要再出发啦 现在换了衣服再出来 出发去浅草 Sakusa那边 然后上边有个甘葛 是抹茶版的creme brulee crepe 抹茶味很濃 好吃 最上是焦糖 然後是綠茶的creme 然後中間就有些creme brulee 然後再吃下去就是綠茶冰箱 再吃下去就有些脆脆 像是餅底一樣的感覺 吃雞也還有驚喜 之後再下面是士多啤梨 還要不是冰凍的士多啤梨 我覺得也挺值得吃 滿足 吃完出來 剛好淺醋子就是在那間甜品店的旁邊 都打算過來 兜個圈 趕快 現在7點鐘 走出來這條大街的時候 就發現都已經長得七七八八了 那間店店 又要過這間店 嘩 是大幅 啊 本身剛剛也有一間 Tanggu 的店 是有save 但它是長7點 所以就吃不到 那不如買這些回去酒店吃 好像也不錯 日本也還有這些人力車可以搭 在Youtube那裡看到有人介紹 一定要來這間店 所以就過來 看來真的挺有名的 有些日本的電視台也來過 看來看 有些雲呢拿子 它的蛋香很濃 它的布丁是真的很滑 而且不會過分甜 即使它有些焦糖 糖漿在底下 不錯 不錯 我看到它好像寫著 是每日即食的 所以一定要冷藏 而且最好就是買完當日 馬上吃 它也有一套一套買 是可以混合味的 可以外賣帶走的布丁 就不用冷藏 就可以室溫保存都可以 所以大家可能在臨上機之前 去這裡買酒都可以 不膽撞進來一間居酒屋那裡 其實我是因為想吃餃子 在Google Maps都會看到 所以才過來這間 這間應該是出名吃雞 很多不同種類的雞粒 雞內臟 它的菜單也有很多種類 還有一些冷藏 還有甜品 酒的種類是有很多 有HIGHBOR 然後是SOWA 一些日本酒 還有紅酒白酒 還有威士忌也有 真的超級多 我一個人來 它就給了一個巴桌的位置 非常之好 可以自己摺一個 因為沒有味道 沙華 應該是對熊蹄子的朋友 混威士忌 但我喜歡那種 雞蛋蛋水 真的沒有什麼酒味的酒 它的甜品味不會太假 有點像 HIGH CHU 軟糖 提子味 黃色的餃子 我喜歡吃日式餃子 多很多 黃色的皮 好像炸過來 在眼睛 但日式的皮 通常薄很多 脆得來之餘 又不會說是很厚 另外還有一個前菜 這是什麼 應該是 海帶 海芷 是冷館 有什麼特別的味 像沉沉的 吃飽飽 補充好體力之後 現在就準備好 去Donkey那裡 血瓶 Shopping 首先第一件要買的是 蚊膏 我想說 我在長野回來 東京 不知為什麼 超多蚊咬 超高癢 在腳碗 小腿 小腿 手臂 然後紅得腫了 感覺日本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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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 很可愛 很可愛 小腿